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从三海岛那种地方回来 现在哪怕看到夏木 李高楼都觉着倍儿亲切 因为至少这夏木是个活人 而不是那群对着自己虎视眈眈的突揪啊 回到鹰岛市的第一时间 李高楼从生死部上了解到 第一会场这边二读可能会有麻烦 所以他马上就赶过来了 二读是他的好兄弟 虽然说李高楼知道他的实力 也相信他的实力 但是要跟治安队对抗 这可就危险了 夏木队长 见证你太开心了 所以你现在打算干嘛呀 夏木队长张了张嘴 就是啊 自己打算干嘛呀 带走二读吗 之前面对田小花的时候 他还可以说出这番话来 但是现在他没那勇气呀 李高楼不是田小花的 那批感染者在什么位置 李高楼非常清楚 并且也只有他知道 如果自己现在激怒了他 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自己将是整个岛国的罪人呢 所以面对着全场的目光 尤其是松野先生他们 都盯着夏木队长 就这样 夏木队长艰难的露出一个笑容 在这儿能见到李先生 真的非常惊喜 我想这里之前可能会有什么误会 不过现在没事了 说完 夏木直接对着自己的人下达命令 守队 两个字非常干脆利索 说完之后 夏木队长没任何犹豫 掉头就走 开什么玩笑啊 这还有什么值得停留的呀 赶紧走吧 松野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 看着这一幕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毕竟波卡跟奈斯的尸体 可在这儿躺着呢 而且动手的人也在旁边呢 结果治安队的人来了 看了一圈 跟个没事人似的 直接就走了 疯了吗 阿尔都撇了撇嘴 他早就知道会这样 因为他知道 自己兄弟有这能力和牌面 不用多说什么 多做什么 只要他往那一站 什么牛鬼蛇神 统统滚蛋 不过这样的事啊 阿尔都还是不怎么喜欢 因为毕竟他还没动手 这事情就搞定了 你这算什么 这有什么意思啊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畅快 什么事最畅狂啊 当然是跟人家打架最畅快 那个过程才是自己 最享受的气息和味道 所以这样的胜利太廉价 一点都不好玩 争吟如此 所以二毒的心情可不怎么好 当然田小花却非常开心的 本来他想着二毒可能真要有麻烦 那自己啊 必须得拼尽全力保住他 结果现在李高楼来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竞标的事也搞定了 媒体已经发布了公告 自己这边又签了合同 李高楼又平安无事 这简直是让人开心到起飞的好消息啊 所以他直接笑了 这种喜悦完全是发自肺腑 整个会场 从下目队长带人离开的那一刻 其他人眼睛里边啊 虽然说有不少东西 但却一个个赶紧都藏好了 开玩笑 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 之前让华夏这样中标 实在是很多人呢 都感觉是被胁迫的 所以他们就等着啊 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决定否决 重新再来一次 可现在看来啊 什么招都没了 治安队都跑路了 足以说明李高楼和二读的本事 现在这里的人士挺多 谁能对付他们来 至于李高楼跟田小花和二读点点头 朝着松野走了过去 李高楼跟松野先生 自然是之前的松野古里的事情相识的 只不过之后 可没怎么联系 没怎么交流过 看着李高楼朝自己走过来 松野先生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 上次的事情谢谢你 从上次自己女儿的事情发生之后 松野一直从各种途径研究 他想试图去证明 那是李高楼设计好的 专门为了让自己欠他一个人情 可事实上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 尤其是自己的女儿 松野古里这边 几乎完全可以保证 从头到尾都是他主观行为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任何人安排好的 也没有任何人暗示他做什么 这些事让松野就想不明白了 但是他却对李高楼真的感激 所以之前接到消息说李高楼死了 松野也非常惊骇 但是此刻看着李高楼就站在这儿 他的心情相当复杂 李高楼看着松野先生摇了摇头 我也是刚好遇到 金标的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走了 这是李高楼想要跟松野先生确定的 唯一一件事 刚刚从三海倒回来 李高楼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尤其是自己之前失踪了 必定会造成很多麻烦 因此如果金标不会再有问题 那也就代表着这个任务 算是彻底结束了 左右看了看 自己身边的代表 从他们的眼神之中 松野先生完全可以感受到 那种和自己相同的无奈 明明是全部由自己这边做主的事情 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看别人脸色 全部由人家说了算 这是有些丢脸 但是一点办法没有啊 因为事实本就如此 更何况 华夏这边实力也的确不弱 松野先生点点头 金标的事情已经没问题了 合同都已经签好 确定了这件事 李高楼随即离开 带着二读和田小花 坐在车子上的时候 田小花跟李高楼询问起了 关于蜘蛛网公司的 那个消息的事 毕竟蜘蛛网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公司 他们的情报 讲究的是万无一失啊 结果之前明明确定 李高楼已经死了 现在李高楼却平安无事 这种状况 这种乌龙不该除啊 不过三海岛的事情 李高楼并没有多去提及 尤其牵扯到深海科技 跟公本天一的事情 当然 还有叶琉璃 也正因为叶琉璃的关系 所以李高楼始终 没办法高兴起来 并且只要一想起来啊 心头就非常沉重 因为自己的紫微困局 导致叶琉璃受了无畏的牵连 这种事只要琢磨琢磨 李高楼满心愧疚 尤其是他本来啊 已经将叶琉璃 从药厂里带了出来 但是最终 因为那样的意外 导致叶琉璃 越让人带回去了 李老蒙那边 接到了李高楼平安的消息 同样非常开心 同时确定了 竞标的事情已经成功了 所以李老蒙 让他们赶紧回来 夜长梦多呀 尤其是二独克 直接杀了波卡和奈斯啊 这种事一定会招来 非常疯狂的报复 所以赶紧回国 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而李高楼也让田小花啊 尽快返回 毕竟田小花上这来 为的就是竞标 竞标既然已经搞定了 那么他现在呀 已经没什么事了 早回去早安全 不过田小花不想走 看着李高楼 田小花非常认真的说 我留下来还能帮你们 所以现在不能回去 李高楼则是摇了摇头 你已经没什么事了 今天就回去 有啊 还有非常重要的事 真的 我必须继续留在这 听着李高楼这话 再看他那副模样 田小花是真急呀 很明显 李高楼肯定还有其他事 自己现在回去 待在京市多无聊啊 跟着李高楼不一样啊 多刺激呀 所以他想留下 并且他认定 自己做出这样的举动 对于自己的一生 都非常重要 然后李高楼 看着他也不说话 就那么看着他 很明显 他的意见非常坚定 田小花不能呆 必须回国 二读啊 本来玩手机呢 看着这一幕 幸灾乐祸的笑了 你这丫头 你就跟我一样就完了呗 说留在这边多好玩啊 回去屁事没有 不就完了呗 你还非得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能有啥重要的事情 本来就焦急的 田小花一听到这话呀 脸色一红 越发焦急 反正我就是不回去 除非你把我绑回去 索性啊 他耍起无赖来了 田小花能做出这举动 也说明一件事 他是真没法子了 现在只能耍无赖 看看李高楼 能不能改变主意吧 你别说 他这么一招 李高楼还真拿他没办法 自己现在肯定不能 把他亲自送回去 二读更不行 这活祖宗 现在眼巴巴 就等着干架呢 让他送田小花回去 你倒不如 让他带着田小花 去抢银行来的实在 李高楼身边 可没人可用了 于是李高楼开着车 旁边俩人都不知声 田小花忐忑地 等着李高楼拿主意 二读啊 只是拿着手机 在旁边消消乐 而这种沉默 最终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听到电话响起的时候 李高楼看向那个号码 松岛清风打来的 之前李高楼去三海岛啊 就跟松岛清风说了 面对松岛向北 多多相逼 他尽可能地收缩力量 往后躲 现在看到了松岛清风的电话 李高楼也不知道 他那边现在到底什么状况 马上就接通了 电话刚接通了 李先生 你没事对吧 松岛清风啊 显得非常惊喜 就在之前 因为李高楼出现在 第一会场的关系 蜘蛛网公司啊 已经更新了消息了 并且为了表达歉意 他们把之前那通过李高楼死讯 而赚的钱 全部原分不动退还给客户 并且重新更新了李高楼的消息 这个举动 可谓在整个世界 所有关心李高楼的圈子里边 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一些势力 已经做出了一些无法弥补的举动 现在想做什么可来不及了 目以成舟啊 自然这些人对蜘蛛网公司 充满了愤怒 之后更对蜘蛛网公司 进行了多次打击 对这家巨大的情报公司 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对这家巨大的情报公司 对这家巨大的情报公司